在现在的世界上,咱们大家都知道现在世界和国都在发展新型的武器装备,很多新型武器装备的亮相都需要经过战彩的检验,比如美国的新型导弹,前一段时间美军大量的新型导弹发射到叙利亚战场当中, 美军明面上是出兵叙利亚,实际上是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,显示自己是世界霸主的地位,比进目前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大国,俄罗斯在不断的威胁美国的地位,说到叙利亚,叙利亚位于亚洲的西部,处于最丰富的中东中心位置,其地下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,自古以来中东就是一个战争之地, 丰富的矿产资源让其他国家眼红,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后,世界上更多的国家都不断的加入,其实叙利亚战争是多个国家的战争,比如美国, 以色列等西方国家支持的反政府武装力量,俄罗斯,伊朗等国家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,如今美军对叙利亚战争不断的在缩水,而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的帮助下,不断的收复实地,打击去反对派武装力量,俄罗斯,伊朗为了帮助叙利亚政府军,不断的运送武器装备,更是将自己的军队派往的叙利亚, 据俄罗斯卫星网7月9日报道称,据中部霍姆斯省,一座空军基地,当晚遭以色列导弹袭击,这个空军基地由伊朗军队控制,部署在叙利亚的防空导弹,成功拦截了以色列发射下来的导弹,并且以色列的一架空军F-15战斗机,在攻击霍姆斯,省了T-4空军基地时,被蓄防空系统击伤,去发射的导弹,迫使其他以色列战机,不得不离开该领空, 据悉,这次一共有6枚导弹,落于霍姆斯省东部的T-4军用机场,目前是无人员伤亡的,以色列和伊朗这两个国家不断地发生摩擦,今年以来,以色列多次以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为由,对蓄境内目标实施空袭,以色列指责伊朗在中东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,并且多次要求伊朗将军队撤出叙利亚全境,伊朗这个国家当然不会愿意, 毕竟在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,以色列曾空袭去空军基地,两架F-15战机共发射了8枚导弹,但其中5枚被防空系统击落,未击落的导弹造成了伊朗等多个国家,至少14人丧生,军事专家认为, 叙利亚的防空系统,部署了俄罗斯的F-400等多种型号的防空导弹,击中一架以色列的F-15战斗机并不是难事,近期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伊朗的帮助下,叙利亚的反政府力量不断地节节败退, 以色列目前已经失去了被叙利亚政府军袭击的大好时机,如今已经晚了,毕竟美军现在也顾及不暇,以色列要发挥这个小弟的作用了,要对叙利亚伊朗等军事力量进行打击。